所在之处由于近身而有种种转世 而有种种诸事转起的情形 也是所谓的一笔第六意识 确实为分别误成诸相之一 而生第六识之情形 因而显示七世一仗识之相 各个不同的情形 但是确实不一不一 二百四十页 中间的能切经的经文 不坏相有八 无相亦无相 譬如海波浪 是者无差别 诸事显如事 亦亦不可得 所以不坏是真相 总共有八 八种 世界不坏 世界不坏 意思就是说 不坏的真相 共有八种情形 世界不坏 就是掩饭 就是掩饰有减饰的 当体即空 掩饰 那么就是真相了 那同一个真心 二识一分别 撒那之间 知道那是 动静 知道它是坏 所以是四心分别 体性本空 存如之心就显现 耳识就是四心 因此啊 眼耳鼻舌身 亦摸那是 阿赖也是 会修行的 从哪一个角度 下手就见现 为什么有二十五言通呢 二十五圣言通 就是有六根六成六四啊 七大 各个下手处 都可以见现 每个人呢 素是所修的 不一样 但是都可以见到真相 所以说不坏 不坏当然就是常住了 这个不坏 常住的真相 共有八种 意思就是 眼是耳是鼻是 舌是身是意识 共同有真相 眼睛看 是心如如不动 真相就行 耳朵听任何的音声 心如如不动 听好听都快啊 如如不动 听不好听的话 也是如如不动 所以这个如如不动 不取一项 就是八四修行 最终的归一 为什么 金刚经讲 是如如不动 不取一项 而去就是事 不去就是信 因此修行就抓到重点 而且见性 它是法生灰命 就不会坏 所以这种不坏 常住的真相 共有八种 实际是不坏 无相 亦无相 无相 也不找一个无相 意思就是 这几句话在做什么 在表达什么 就是要破除 无之真之鉴 就是我秀无相了 我不执着 我秀无相了 我不执着 这个不执着 那个就是执着 真正的真如 不讲 我秀无相 为什么提醒本宫 你为什么要说无相呢 无相是破除有相的 找一个无相 又变成无相的执着 对不对 所以说无相 亦无相 秀送 有相 这是延期的 那么我们秀无相 是破除有相的 就算秀无相 也不可以找一个说 我在破除 我在修这个无相 因为秀无相法 就是破除 直真直鉴 所以说修复 在这个 无日的摘身 讲来说 无相不可解 无相就是无相 一切法不可得 无相不可解 若有所解 则不明无相 无相是正量的解脱境界 意思就是 这个无相 亦不着一个无相 是怕众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秀无相 我秀无相 我不执着 我不执着 这个就变成一种执着 我秀无相了 所以我不执着 你这个就是无相的执着 这卡在 把真无 正量的境界 变成一种观念 在修行的 我不执着 我秀无相法 我秀无相法 嗯 那我就是执着 也就是说 无相不可解 无相若有所解 那么 无相就成为世心 分别 变成生命 无相 大体机工 就是究竟的 正量的境界 没有任何的语言 文字 之下 承担 就是正量 机器就是否 所以无相也不执着 一个无相 这是破除 执政之间 修行难 对有相 意趣 无相难处 从自古以来 这八个字困惑了多少众生 多少修行者 有相 意趣 我要修 我要修 延期 信公 这个还比较容易一点 进入一个正路的心 那个无相 就难了 无相 找一个无相 就是找法的执着 我修无相 无相它是一个法了 看别人 很执着 然后就批评别人 哎呀 这些人没有救了 这些人怎么样 着想 你这句话 你批评他 你这句话 你就是执着 你也落入一种比较 他修有相 你说你修无相 他说你修有 众生修有相 那么你 陪伴他批评他 你说我修无相 你这个无相 也是找一个无相 所以真正一个大修行人 是无言 会心一笑 就好了 这个是真正的功夫 要把傻 不透过语言 而实证的东西 进入无言 不以正量为执着 这个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一个开悟的圣人 是很有很有修养的 是非常有修养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连那个修养的也没有 他连那个成佛观念也没有 他连那个 是 感谢观看